哈囉 今天是在韓國第四天的哈亞 我們剛才到了這次住的Airbnb 斜對面的一家百貨公司買了Filla 就據說來韓國一定要買一下的Filla 剛發現一件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 就是其實在這一棟裡面就可以退稅 因為在來之前朋友都一直跟我說要去機場退稅 然後就覺得很煩 結果發現在這棟裡面就有這樣的機器可以退稅 其實非常方便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他好像只會退鈔票 所以他如果低於一千元的話他不會退稅給你 你們來玩的話可以直接在一般的商場的退稅機就可以退稅 不用等到機場那邊會比較方便 哈囉 我們到了林蔭道 但是我現在臉色看起來非常的差 從剛剛開始就開始拉肚子跟想吐 感覺應該是腸胃炎了 所以現在非常的痛苦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逛林蔭道 明星會出沒的地方 我來這裡看的GENTLE MONSTER居然在整修 他2月14號開門 如果你們在2月14號之前來韓國的話 記得去別家分店 我們現在要去找李中碩開的咖啡廳 稍微坐一下休息 我來這裡看的 早睡 中間 HELLO 第五天 待會下午再過一個小時就要去機場了 現在再來宏大逛最後一次 早上的宏大還是很多人 終於到了 其實Gentle Monster有點距離 我們走了大概15分鐘左右 從宏大三號出口那邊過來的話 下次來韓國應該會想要夏天再來 因為實在是太冷了 真的是動到不行 拍照拍照 好 太滑了 好急喔 好急喔 跳坐車去仁川機場了 大概要再坐一個小時左右吧 我現在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這樣我們到機場就只剩下兩個小時 不知道還有什麼時間弄退稅的東西 到仁川機場了 然後剛才我們在外面就是登 check-in完之後 拿到機票之後到處都有 找一下就會有tex refund的機器 這邊有機器 然後每一個雜口都有機器 如果你是在市區已經退過稅的話 然後你的退稅金額沒有超過 七萬五千元韓幣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刷完一次就OK了 你就不用再做任何其他東西 但如果你是還沒有在市區退稅 要來機場退的話 剛剛在外面這邊刷完之後 要進到海關裡面 再找很像的機器進行退稅 到其他地方 那時候會有一段時間 你也會中陣燈 你也會選擇 放轉到海關裡